龙字科招生的场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二百六十万人的报名龙字科 也让德云社名气增大 可以说有了德云社才有了相声行业的今天 有了郭德纲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上相声这门传统的艺术 但伴随着名利双收 德云社以往的问题又被翻出来 从德云社招生开始 副总阮云平就说明了这次招生的费用问题 德云社招收的龙字科是不收学费的 但是生活费方面是需要交纳的 这也让许多网友联想到曹云金离开后 爆出交纳学费的发票 很多人都有所质疑 曹云手里拿着崭新的发票是真的吗 2010年8月 德云社李赫彪打人事件 德云社一度处于停止演出和内部调查的状态 在郭德纲最困难的时候 被老郭寄予厚望的曹云 在不顾多年的师徒之情之后 他带着刘云天离开了德云社 离开德云社后 曹云的商业表演不断 在他年少出名的路上 身价一路上涨 但反观郭德纲 事业打击和信任的人的背叛 曾经让老郭想放弃相声 但幸运的是 有一群弟子真的爱他 看到这些离开家乡 同他们一起学习的弟子 郭德纲不得不咬紧牙关振作起来 2010年9月在德云社全体员工的努力下 德云社重新开演 被师傅力捧的岳云鹏 果然不负众望 在德云社的影响下 曹金的声音越来越小 为了生活的曹金 2012年他成立了自己的相声专场 刚开演的听云轩很难买到票 但是随着德云社小剧场的增多 听云轩的收入也越来越少了 为了维持听云轩的运营 曹金自掏腰包进行了投资 直到2016年 德云社修改家谱 早已经离开德云社的曹金等人 被郭德纲除名 郭德纲的举动 也彻底让曾经的师徒反目成仇 就这样 曹金直接用一篇6000字的文章进行反击 也就是这6000字的文章 关于德云社天价学费问题 第一次被提及 从曹金的陈述中可以看出 曹金在早期进入德云社时 支付了5000元学费 还有每月500元的住宿费 和500元的伙食费 即每年2万元 学艺三年后 他一共给了老郭6万元 这笔钱 更不用说在2002年了 对当今社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为了各位看官 坚信老郭拿了钱 曹金还拿出了一张全新的发票 作为证据公开 虽然不怎么相信曹金 但也不是完全怀疑 直到看到新的发票 才相信老郭没收钱 先不说德云社上千名弟子 无论是在德云社发展 还是寻找另一条出路 除了曹金 没有人说过学费的问题 第二张是2003年的发票 不管你怎么保存 都不能这么新 发票上财务章也不是德云社的 而是北京学名艺术团 这间接证明 即使你曹金真的付了钱 钱也没有交给德云社 郭德纲自然没赚你一分钱 不过关于北京学名艺术团 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曹金在德云社学习期间 非常想要一个专业学院的文凭 为了帮曹金 老郭就帮忙做了这件事 虽然这种猜测可能小点 但万事都是可能的 如果这种猜测成立的话 那曹金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然而在德云社后期的招生中 确实存在收取学费的行为 面对公众的质疑 在节目中 老郭也是毫无忌讳的 谈到了学费问题 郭德纲说 拿传习社来说 一个孩子交两万元 对我来说 我现在不用往里边搭钱了 这也包括他们的吃 住宿 用具和衣服 孩子付了钱 我就不用搭钱了 早些时候 这些钱都是我花的 两万元 我一分钱也挣不到 老郭发生之后 大多数人才知道 德云社初期 郭德纲和王会 都是在自己在搭钱经营的 不仅没收曹金 口中所谓的学费 而且每个月定期 给弟子零花钱 现在因为有太多学徒 为了方便教学 德云社便和北京戏院 联合办学 这才有了德云传习社的原因 也是从创办传习社后 才有了学生们 每年支付两万元学费的事情 这两万元 用于学生的衣食住行 除了这两万元 德云社不再收费 曹金的隐藏 郭德纲的坦荡 关于德云社天价学费的问题 谁对谁错 也应该看出来了 从龙字科到古曲社 郭德纲夫妇 为了传统文化 做出的贡献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免费教学 而且还请到一些 取义界的大佬 坐镇教学 也希望夫妻二人 为取义界发掘出 更多的人才 带来更好的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